7月19日晚上10点多 虞书欣在自己的小号上发表最后一条动态 宣布小号暂停更新 从虞书欣的语气来看 停更并非如他所愿 泪流满面的表情更能看出来他的无奈 因此有不少网友猜测可能是公司的安排 这或许与他当天在小号上发布的动态有关 虞书欣开心地表示 逛街买衣服 店家竟然把单全免了 自己既觉得不好意思 但又很快乐 还调侃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都来 粉丝们觉得这样的虞书欣非常可爱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此行为不妥 于是虞书欣被吐槽得体无完肤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祸从口出 不知道说的哪句话就会翻车 被大家批评 此前 The None的另一位成员赵小棠 就因为在小号上发文暴怨工作人员 而意外翻车 被网友指责看不起国产品牌 得罪的还是 星际于失业就国大潮的民族品牌 当时大家还调侃现在的明星 怎么都有小号 而且小号还弄得人尽皆知 小号并不代表你就能畅所欲言 为所欲为 其实明星小号现在已经被很多网友知道 在关注度上和大号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然而在小号上的发文 因为缺少监督 所以更容易承担风险 可能公司也是考虑到 于书欣的发展前途 所以才会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